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主要讲的内容是有三个方面 一个是肝脏的解剖生理 第二个是肝脓肿 主要是要谈谈肝脏的肿瘤 那么在肝脏的解剖生理概念里面 我们要重点掌握肝脏周围的韧带 肝内管道系统 肝地和肝门 以及肝的分液分段 以及血液供应及生理 那么肝脏是依靠 隔面和状面的韧带来固定在浮腔 我们知道肝脏是人体 最大的实质性器官 那么位于右隔下和继的生面 那么它主要的隔面的韧带 包括有肝原韧带 连状韧带 肝的左右冠状韧带和左右三角韧带 这个是在它的隔面 在上面主要是有肝胃韧带和肝射肠韧带 那么这个是一个实体的图像 那么这个图显示 这里是肝原韧带 这是连状韧带 那么左冠状韧带 左三角韧带 以及右冠状韧带和右三角韧带 这个是革面的韧带 那么第一肝门是肝射肠韧带 那么它主要含有的是三个主要的一个器官 一个是肝洞面是位于肝射肠韧带的左侧 还有门镜面是位于后方 还有位于右侧的胆管 那么这个我们统称为第一肝门 那么肝状的镜面回流是经过肝镜面系统 通过肝左镜面 肝中镜面和肝右镜面 配合到肝后方的肝镜面窝 这个部分我们称它为第二肝门 那么第三肝门就是在肝状的后面 在肝状的后面一些小的肝短镜面 由肝状回流到直接回流到下腔镜面 那么这个图显示的是第一肝门的结构 这里面我们说肝射肠韧带 包括肝洞面 胆管和门镜面 那么这个是显示的是第一肝门 第二肝门和肝短镜面的第三肝门 那么肝状的分段我们是根据肝的门镜面和肝镜面系统的走向来进行分担 那么比较国际功能的是巴顿的分法 那么我们讲肝的正中将肝状分为左半肝和右半肝 左叶间将左半肝分为左外肴和左内肴 那么右叶间将右半肝分为右前和右后 而左外肴它又分为左外肴的上段和下段 那么右半肝分为右前肴的上段和右前肴的下段 以及右后肴的下段 右后肴的上段 肝段的分段我们说第一段就是伪状液 包括伪液和伪状突 就是分为左侧伪状液和右侧伪状液 这个统认为第一段 那么左外液的上段是第二段 下段是第三段 左内液为第四段 那么右前液下段是五段 右后液的下段是六段 右后液的上段是第七段 那么右前液上段是第八段 那么这是一个分段的方法 那么这里面左内液又分为左内液上部和下部 这是属于第四段的范畴 那么我们隐藏上经常会说中肝 中肝就是左内液和右前液上下段 那么这一个范畴就会为我们所指的中肝 那么肝脏的显密结构它主要的基本单位是肝小液 那么肝小液的中间是中央静脉 那么它由放射性的肝细胞缩形成的这样一个放射性肝小液 那么每一条肝细胞缩之间叫肝痘 在肝脏的壁上面附着有库佛式细胞 那么库佛式细胞它是一个免疫细胞 是一个单核巨石细胞系统的 具有免疫功能系统 在相邻的肝小液之间我们说有一个肺管区 这个肺管区里面还有肝冻吗 门禁吗 和胆管系统 这是它的显微结构 就是以最基本的单位 肝脏的最基本单位肝小液 那么肝脏的血液功能 那么我们说有两套系统 它跟其他器官是不同的 一条是肝脏膜系统 一条是门禁门系统 这都是路肝血流 那么从血流的量数量来说 肝脏膜系统是占整个血流量的25%到30% 但是它的含氧量是很高 所以它占有两套系统 占有50%的供氧量 而门禁门系统 它的血流量是占70%到75% 它是供应肝脏的50%的养含量 但是门禁门系统它还肩负着输松营养物质的功能 就是由肠道吸收的一些营养物质 就是经过门禁门系统来经过干燥进行处理 那么生理功能方面 我们说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第一个是分泌功能 第二个是代谢功能 还有饮血功能 解毒吞噬和免疫功能 以及造血调解血刑盘 和再生能力等等这些功能 那么我们知道肝脏分泌的胆质量 为每天是600到1000毫升 那么它主要是经过胆道分泌以后进入摄子肠 帮助胆质的消化 脂肪的消化 包括脂溶性的维生素 包括是维生素A 维生素D 维生素E和K的脂肪吸收 那么代谢功能 我们知道肝脏是代谢功能是很复杂的 包括三大的代谢物质 蛋白质的代谢 脂肪的代谢 碳水氛氧物的代谢 那么它将这些代谢物质 转发为糖原 储藏在肝脏里面 当有蜥的时候 那么糖原可以降解葡萄糖 来进行供养功能 当然它还有维生素和激素的 在一个产生的功能 甘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银血功能 那么它可以生产包括 纤维蛋白源、银血酶原 还有银血因子5、6、7、8、9、10 那么它都是生产这些 这里面最主要是有维生素可以参与的 这个银血因子2、7、9、10 这样一个功能 还有它可以有解脱功能 甘肠是一个庞大的解脱器官 还有一个吞噬和免疫功能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库科斯细胞 它具有吞噬一些毒素 一些解毒的功效 还有造血和再生能力 我们说肝脏是人体再生最强大的一个器官 那么我们刚刚讲的的是解剖和生理 那么我们想重点讲讲 常见的一些肝状疾病 那么这里面包括有肝脓肿 肝刺幼球幼病 这个我们所讲的肝包虫病 还有一个肝囊肿 重点讲讲肝肿瘤 肿瘤里面包括有肝肿瘤 我们主要是从良性肿瘤 重点讲讲血管瘤 还有二性肿瘤里面包括原发性肝癌 和激发性肝癌 那么我们现在讲肝脓肿 那么肝脓肿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个是细菌性肝脓肿 一个是阿米巴肝脓肿 阿米巴肝脓肿主要在内科系统 已经有过比较详细的讲解 那么我主要是谈谈细菌性肝脓肿 那么细菌肝脓肿 它的病源主要是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胆原性的 比如说胆道肥虫 胆道结石等等 引起的胆道感染一型 引起肝脏的脓肿形成 那么这个往往是以 根本是阴性为主的细菌感染为主 那么还有南米炎或者肠道的一些炎性基因病 经过门静脉系统导致的肝脓肿 那么这个也是以格兰斯阴性为主 那么还有经过肝动脉的系统 由于全身的龙毒血症 包括结肿 胸 还有一些其他的中耳炎等等 一些疾病经过动脉系统导致的这样一个肝脓肿 那么这个往往是筋脯菌或者是 刚才是阳性菌为主 还有鳞庆的器官 包括隔下脓肿等等 经过淋巴管导致的肝脓肿 那么肝脓肿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肝躯疼痛 往往是放射到右侧的肩部 有寒颤 高烧 还有出现前身症状 比如恶心呕吐 前身乏力 也可以触及到肿大的肝脏 可以有右上腹的压痛或者扣肌痛 那么实验室检查里面 主要可以见到白细胞的身高 尤其是中性的身高或者是和左移 肝功能的指标可以有异常的表现 那么最主要的是有血液 或者是隆走的液体培养 细菌效培养可以培养到细菌 这个是实验室方面检查 那么特殊检查里面 包括有X射线可以见到隔肌抬高 还有B超是一个很经济简便实用的一个 它可以在农主的周边实现水肿代 中央有液性坏市区 那么CT和实共症以及诊断学的参施 可以明确诊断 细菌性的肝脓肿 那么主要的鉴别有以下几个疾病 第一个是Amoeba肝脓肿 等一下我们有一个图表来进行鉴别 第二个是肝狼肿合并感染 那么这个往往是它有狼肿的表现 第三个是壳下龙肿 这个往往要影像学来进行鉴别 还有一个是一些肝死比较明显的原发性肝癌 那么这个表显示的是细菌性肝脓肿和Amoeba肝脓肿的鉴别 那么它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是病死症状 血液发炎大便农业治疗 以及农腔的情况来进行鉴别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细菌性肝脓肿 胆道或者其他部位的感染 而Amoeba肝脓肿主要是Amoeba的力气引起的 那么细菌性肝脓肿它起病比较急 有前身的浓度血症 有寒症高烧 而Amoeba肝脓肿它的起病是比较慢的 有一些不规则的低度发烧 白细胞身高和中性身高 以及血比较阳性 那么这个是细菌性肝脓肿的一个特征 那么Amoeba肝脓肿它的血培养是阴性的 但是它可以有Amoeba抗体的阳性 那么大便检查 在Amoeba肝脓肿有时候可以找到Amoeba的滋氧体 那么细菌性脓肿它可以发现细菌 那么这个Amoeba肝脓肿它是中褐色的综菌 有时候可以找到Amoeba的滋氧体 而治疗反应方面 细菌性肝脓肿对看Amoeba治疗是无效的 而且它往往是龙肿较小为多发性的 这个往往是龙毒血症引起的 那么治疗方面主要包括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 那么非手术治疗方面 一个是全身致死治疗 包括增加机体的抵抗力 还有最关键的抗色素的应用 那么早期我们可以根据可能的疾病 进行经验性的治疗 比如它怀疑它根本是阴性为主 我们去选择一些对根本是阴性感觉敏感的一些细菌 如果是经过龙毒血症来的 比如说中蚝炎或者是脊肿 那么这些我们可以用一些 可能是阳性为主的这样一些抗色素 那么最主要的是要依靠药物的结果 那么外科治疗方面我们说 对于单个的大龙肿 那么我们可以精疲精肝抽液或者是自管引流 也可以经过腹腔切开引流 如果是龙肿位于右后野龙肿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不经过腹腔 直接穿过后腹膜 不污染腹腔的情况下 经后腹膜切开这个龙腔来进行引流 当然如果龙肿是一个慢性龙肿 尤其是位于左页的一些龙肿 病变部位比较局限 而且这个龙肿比较厚比龙肿 这个我们可以采用肝液切除的方法进行治疗 那么还有一种在我国的西北和西南牧区 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 叫肝刺球幼病 也叫做肝包虫病 那么我们说肝包虫病 它是由细粒刺球低虫和多防性刺球幼虫 虫体引起的 那么这种虫体在体内生长是比较缓慢的 大部分病人需要10到20年才会产生症状 那么犬和羊这是一个是中宿主 那么人体是中间宿主 最终是通过进口的这样一个感染途径 人和人之间是不会存在传染的 那么这种疾病我们说在诊断来说 主要是依靠B超的检查 还有一个是包虫狼医的皮类试验来进行 这个阳性可以高达90%到95% 注意 这里面要注意 如果你是怀疑肝包虫病的病人 我们是要严禁穿刺活检 因为它会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 引起过敏反应 这个是肝包虫病要注意的一个方面 那么治疗里面主要的原则是 清除内狼防止狼液外液 因为肝包虫病的狼液外液 它可以引起过敏反应 导致生命危险 那么还有如果是外液以后 虫体可以种植到腐参的其他部位 引起其他部位的种植 所以它的治疗方法主要是两大类 一个是包虫内狼栽除 将内狼栽除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将肝烟或者肝断 将整个病灶进行切除 那么肝狼肿也是一个良性的疾病 它是先天性的狼肿病变 是一种胚胎乏育障碍性的疾病 对于这种疾病 它的诊断是比较简单 可以经过BX或者CT来明确诊断 这个确诊率是比较高的 它的治疗对于一些小的狼肿 而没有症状可以不需要特殊的治疗 这个在门诊很多病人都会拿到BX单 或者CT单给我们 要执行我们的治疗方法 对于一些没有症状的小的狼肿 我们都是随访观察 那么什么样的肝狼肿需要处理呢 就是大的狼肿出现了压迫症状 可以进行适当的治疗 那么治疗的主要方法包括参治抽一 参治抽一 那么往往在穿刺抽一以后 要打一些无水举林 将狼肿的内膜要稍作 否则的话你不进行内膜的清楚 这个狼肿一段时间以后还会继续增大 那么还有经过各种形式的 包括腹腔筋也好 开腹也好的狼肿的开疮 将一部分的狼肿切除 还有狼肿的引流 或者是包括狼肿在内的肝液切除 那么我们要重点讲一讲原发性肝癌 那么原发性肝癌是五国的常见的三大肿瘤之一 那么它的主要的病因 第一个是病毒性肝癌 在我们国家是一肝为主 在临床上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原发性肝癌的病人 它都有乙肝肝硬化的这个表现 包括有肝硬化以后 肝死性的硬化 还有一个就是黄奇梅素 比如说发霉的育霉和发生 那么这也是导致肝癌的一个主要的病因 还有一些包括亚硝胺或者是四六发炭的一些致癌物质 包括还有包括繁殖因素 包括这个土壤 水的污染 这都是导致原发性肝癌的一个主要病因 那么原发性肝癌 在大体上它是分为三种类型 一个是结结型 那么结结型就是我们在B超或者CD上 看着一个肝状肿块 它是有八毛的 这里我们叫结结型 如果这个肿块是边界不太清楚 但是是以一个肿块形式出现的 我们叫它是巨块形 那么肝状满部病造的这样一个 我们叫它弥漫性的病造 所以它大体上分为三种类型 根据肿瘤的大小 我们又将它分为微小肝癌 小肝癌 大肝癌和巨大肝癌 那么我们说如果是小于等于2公分的 叫微小肝癌 2到5公分的为小肝癌 5到10公分的为大肝癌 那么大于10公分的为巨大肝癌 那么组织学分析里面 我们说它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一个是肝细胞型 那么它占90%以上 还有一个是胆管细胞型 以及具有肝细胞型和胆管细胞 两种成分的粉核型 那么主要的 我们国家主要的是肝细胞型的肝癌 是最为多见 那么原发性肝癌 它转移的方式 跟其他肿瘤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 第一个 它主要是经过门禁的肝内转移途径 这个是最主要的转移方式 那么肺骨和脑的转移 往往是血型转移 当然还有一部分 少部分病人 它可以经过淋巴结的转移 包括肝门部的淋巴结 那么这个往往是多见于 胆管细胞性的肝癌 还有一部分病人是种植 包括肿瘤破裂以后 种植在腹腔 网膜发在腹腔 腹膜壁上面的 这是这几个比较主要的转移方式 那么肝癌的病人 早期它往往没有症状 一出现症状 绝大部分病人都是中晚期 它的主要病症状是肝躯隐痛不湿 还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 晚期当然病人出现贫血 黄胆 腹水 恶意志的使用 这个病人往往失去了治疗的机会 体症方面 可以有肝肿大 肝在着阴界的上升 或者有部分病人有扣痛 诊断方面我们说肝癌的诊断 包括定性诊断和定位诊断 那么定性诊断 我们AFP就是甲胎蛋白 它是一个比较敏感的 和一个特异性的指标 那么当AFP大于400个μG米生 如果你又能排除认诊 活动性的肝病 或者是生殖腺的披胎性肿瘤 那么如果这个病人能持续 一个月都发现AFP是大过400 那么在定性方面 是可以确诊为原发性肝癌 那么定位包括有X射线 B超CT磁共振症 还有荷素肝扫描 以及腹腔动脉和肝动脉造影 这个目前用荷放素肝扫描 应用的比较 目前用CTB超和超生造影 磁共振症 这些往往可以满足臨床西药 只是遇到部分的病人 才会选择有创伤性的 选择性的肝动脉和肝动脉造影 那么当性质难以决定的时候 也可以在B超或者CT引导下 行肝腺刺活检 以明确诊断 那么超生和超生造影 我们说它的诊断符合力 可以达到90% 一般说一公分以上的病灶 B超是有确诊的机会的 但一公分以下的 这个往往有些时候 它的明确性会有所下降 那么它可以明确肿瘤的大小 部位还有肝筋脉、门筋脉 有没有癌症 有没有这些血管的侵犯 那么超生造影 那么可以显示比较有特征性的 早进早退的特征 造影症打了以后 很快病灶就增强 也很快消失 就我们所讲的早进早退的表现 那么CT CT在诊断肝癌方面 它具有很独大的特点 它的诊断符合力 也是在90%以上 那么我们说 采用增强的这样一个 可以与血管流 激发性肝癌相见别 那么它的特征是 一个是在平早的时候 它可以有多个层面的 这个低密度影里面的更低密度影 那么这个更低密度影 就是一些肿瘤伸展过程中 它的肺死形成液化导致的 这是第一个特征 那么在动脉期迅速强化 门筋脉期迅速消退 这个是原发性肝癌肝细胞癌的 一个特征性的表现 我们所说的血管流 它是早进慢退 它是动脉期迅速强化 门筋脉期 更强化更加明显 这个是跟血管流 具有特征性的鉴别意义 而转移性肝癌 它往往是慢进慢退的表现 当然CTA 可以提高小肝癌的减触力 磁共症 磁共症 磁共症的特点 它不但可以明确 并造的大小和位置 它可以进行管道的 比如说肝进慢系统 枪进慢系统 门进慢系统 它的成像 显示肿瘤的关系 这个诊断价值 也是有关系 目前也还有一个 不明显的磁共症 对于诊断小肝癌 也很有独到的地方 那么 有部分病人 我们可以 选择性的 浮腺动脉和肝动脉的造影 来明确小病造 这个特征 也是根据它强化的特征 来进行确定 那么 研发系肝癌的病发症 主要是有四大病发症 这个 也是它的最终归属 也主要是 在这个四个病发症方面 第一个是肝性脑病 由于肝功能的破坏 发生肝性脑病 以及上肖的大出血 往往是食道位底周围 可以静脉破裂 驱装破裂出血 还有癌症的破裂出血 以及剂发感染 要进行鉴别的 主要是 一个是肝硬化 肝脓肿 血管流 转移性肝癌 还有肝包虫病 这些是 要根据它的病死 症状 体征 还有个像检查 实验室检查 和影像修理检查 加以鉴别 那么 手术切除 是治疗肝癌的 这个最有效的手段 当然 随着科技的发展 目前经过超生 或者希腊的消融 还有一些介入 发疗 放疗 还有生物治疗 以及中医中医治疗 也是肝癌综合治疗的一部分 那么 手术治疗方面 我们说 如果病人 一般情况 比较良好 没有重要的器官 十字系的器官病变 肝功能是缺着A级 或者是B级 经过处理以后 能够恢复到A级的病人 没有肝外转移病障 那么 这样的病人 我们说 它是可以适合外科治疗 那么根治性切除的 主要是对一些小肝癌和微小肝癌 以及单发向肝 外生症的大肝癌和巨大肝癌 这个受肿瘤破坏的肝脏体积 少于30% 或者是多发性的肿瘤 肿瘤间间小于3个 且局限在肝脏的某一段或某一页 这个就我们说 可以达到根治性的目的 当然 孤性治疗 在肝癌的治疗中 也具有很重要的位置 对于一些 3到5个多发性的肿瘤 可以 就像在2个 或者3个肝癌 或者半肝以内的 无瘤的肝体积 大肠性增大 可以达到50%以上 对于这样一部分病人 还有是 这个 左右半肝巨大肝癌 它的正常的肝细胞 有50%以上 或者是中央型的大肝癌 其他部位的增生 可以达到50%以上的病人 都是可以进行孤性性的治疗 对于合并由肝门淋巴结转移的 我们在肝切除的基础上 清扫肝门淋巴结也是想象之一 对于有周围的器官 比如说结肠 其他的器官的侵犯 可以在肿瘤切除上的基础上 将受侵犯的这些器官一并切除 那么这些范畴都是属于 姑息性的切除范畴 比如说这个病人 当然微创的一些治疗 包括无水酒精的注射 微波或者视频消融 对于一些小于3公分的 或者是肝癌切除疏惑复发的病人 他也是具一个很好的适应症 他的对于3公分的以下的这种肿瘤 他的这个疗效可以与手术切除的效果相避免 这个是疏忠消融的一个情况 那么TEST也就是说 筋骨动脉插管的肝动脉发疗酸塞 那么这里面酸塞的剂主要是有点油 或者超液化点油 就是酸塞肝动脉的微小血管 还有可以加阿梅素5FU 或者顺波等一些抗癌物质 那么还有一些肝癌 它可以侵犯胆道或者是门禁门 那么我们说对于侵犯胆道的 我们尽可能将侵犯胆管的这一部分的肝腌 或者肝断的肿瘤一并切除 它也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至于门禁门癌酸 那么我们可以在切除主体的肿瘤以后 将门禁门癌酸洗干净 输后配合于酸塞 或者是目前讲的信号通路的药物 比如说索拉肺尼或者是一些发疗 来进行中和治疗 有时候也可以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那么恶性肿瘤里面还有一个激发性肝癌 那么激发性肝癌 它是由于身体其他部位的恶性肿瘤 转移到肝 我们也称为转移性肝癌 这个往往是在直肠是比较多见的 那么这个是转移性肝癌的一个转移途径 包括胃癌一线癌的直接侵犯 包括胆瘤癌是经过淋巴道的转移 还有经过肺乳腺腺肾或者是赫兹素瘤 经过动脉系统的转移 以及胃肠或者复刻一些疾病的 进门禁的途径的转移 那么激发性肝癌它的主要的症状是 它首先的特征是要有肝外的原发病症 其次它可以有肝躯的一些表现 比如说肝躯疼痛 腐衰黄胆等等 它的FB检查是阴性的 如果是阶肠癌或者肝癌 它可以有CA199或者CA的身高 那么它的影像学的特征是 它往往是肝内的多发的病症 当然也有少数是单发的 但是它我们刚刚讲到 它的CT系的影像特征 它是慢进慢出的表现 而且是表现里面一个有眼睁 有眼睁 这样一个很特殊的表现 像这个是比较典型的一个转移性肝癌的表现 那么对于激发性肝癌我们说 可以与原发病症一种切除 也可以二期切除 那么只要看你原发疾病的情况 比如说节肢障癌 目前它的发疗各种治疗效果良好 那么是比较积极的主张 在切除原发症的同时 将肝短移症病症一并切除 当然如果肝癌的病症是多发的病症 不能够达到根治性切除 或者是将肿瘤完全切除 可以采用肝动脉的结扎 或者是发疗酸散 或者是灌注发疗 还有配合全身的发疗 那么这个主要发疗的方案 主要是根据原发肿瘤的 它的方案来制定 那么肝栽里面很常见的一个良性的疾病 也是我们在门诊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些病例 就是肝海绵症消股瘤 那么这个疾病的特点是 它是往往看病的病人多为中年人 也是单发的多见 也可以有多发的 它可以有症状 也可以没有症状 那么它的诊断 主要是依靠影像学来进行诊断和鉴别诊断 包括BX CT 还有CT的延迟扫描 包括磁共症的延期扫描 就是它的延迟席还在强化 这个就是它的血管的一个特征 这个是跟原发肿瘤肝癌具有特征性的鉴别意义 对于肝海绵症消股瘤肝癌它的治疗 我们说病人没有症状 往往是进行水法 三个月到六个月进行水法 对于肿瘤的直径大于八公分 有明显的症状和并发症 那么这部分病人才需要进行处理 这往往是要将它进行切除 或者将这个胸管瘤的包膜外 跟它进行玻璃素 或者是进行肝切除 这个是它的治疗方案 对于目前开展的一个多中性性的消融 或者是TEST 目前是存在争议的 我个人认为采用肝动脉的酸塞治疗 肝瘤肝癌 应该是一个相对禁忌症 对某些有症状又风险比较大 不适宜手术的病人 为了解除它的某些症状 是可以采用切入治疗 但在显摯酸塞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慎重 那么肝脏疾病大部分内容 我们就已经讲到这 那么希望同学们 课后复习 主要是要了解肝地和肝门的解剖 肝脏分烟和分段 这个在肝脏外壳是很重要的一个 尤其是分段和烟 在进行肝切除的时候 大家要掌握它的分段 以及生理功能细菌性脓肿的诊断 尤其是鉴别诊断 还有就是原发性肝癌的诊断和治疗 好 谢谢大家